为了要救防市 中国推出了任房不认贷 这样的一个政策 庭浩果然激励了地产股 在最近都出现了走高的情形 所以危机战告一段落了 我有朋友在上海 其实从这个礼拜开始 整体在北上广深的成交量 就已经开始有显著调升了 主要还是因为 任房不认贷的相关政策出炉 不过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 资本市场上的反应 老实说并没有想象中来得热烈 我们只能说在实体 买房的成交量上 应该这几个月会有所提升 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恒大 过去五天涨了一倍 它跌幅是跌九成 它至少涨十倍 涨二十倍才涨得回来 碧桂圆这五天也才涨两成 已经跌到1.16块 它以前都是二三十块的 所以老实说 从股价层面来看 我们看到海外的资金的流出 足以证明资本市场 没有完全回归 我们第一个要观察的要点是 中国这一次房市政策的松绑 其实已经退了很大一步 这一次是认房不认带政策出炉 也就是说 只要名下没有财产 不论是否有贷款买房的记录 都可以适用于 手套房的利益来进行办理 在过去一段时间 你常常听到 在中国市场当中 很多人会选择假离婚 是因为在中国市场买房的限制 比台湾还要更加严格 如果说要首购 老公跟老婆是要一起算的 对 也就是说 老公有了一套 老婆自己买一套 那就不算首购了 女儿再买一套 也不算首购了 你的房贷陈述就被限缩了 房贷利率也没有优惠了 可是现在 每个人就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 它对于北上广深的松绑令 是非常显著的 第二点 是过去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有趣的现象 是中国房市在过去三年 即便再差 房价都跌不太下去 我们观察 整个中国总体房价的部分 从年增率来做观察 即便我们观察到 在过去两年的确有一点负增长 可是总跌幅 连两个percent都不到 它比05年的房市跌幅 还要来得轻 可是这几年的成交量 其实说得非常明显 所以说明什么事情 过去并不是说房价不下跌 而是由于限跌令的释出 导致建商手上一堆房源 它抛不出去 因为限制住了 我不能用低于市价的方式 来进行抛售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的非常明显的状态是 房价直稳 但是量 商品房的销售量 几乎是完全急缩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这一波 目前中共官方 已经开始陆续释出了 作为建商 中国物还不确定 但是作为建商 预售物的部分 可以有限度的开放叠价 也就是低于市场价格 来进行出售 来获得市场上更多的流动性 什么意思 限跌令准备要取消了 限跌令一旦取消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成交量 它会起来 就像这两周 但是房价终于要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迹象 但是房价下去不要觉得 房市就不好了 房价下去可能会把买气更高 对 买气更高 量先驾行 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要点 那最后一点 是关于整个债务的问题 因为这一次 逼规源相关债务也展延了 那我们现在预估 因为现在整体 中国房地产的负债规模都很高 你看台积电 大概才600亿美元的负债而已 但是如果你换算 如果换算台币的话 台积电大概是 大概1.8兆左右的负债 可是你如果观察 这些都是人民币 也就是说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 它的负债都是台积电的 5倍到6倍 这么高的杠杆 就足以说明 中国基本上 对于房市的监管政策 仍然会执行 它的目前的政策 重点在于 让市场的消费 开始有所提升 而由于目前 中国的房贷违约率 大概才1.6%左右而已 说明市场的买气 应该没消失 大家想等便宜价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过一两个月以后 如果成交量开始起来的话 就要看一下 中国的房价 能不能在今年第四季 开始有主体的感觉了 那到时候 再来处理 舰上的问题 这是目前中共 在房市监管上 政策基调的变化 好 今天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这个记忆体 是不是最坏的时间点 已经过了 现在现货价 开始止跌 走稳 那么整个产业 已经看到曙光了吗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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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